這裡也有 就在鐵道旁邊的木棧道 走上來才發現 怎麼陷阱重重 一二三四到處都是警示錐 低頭一看才知道 木棧道鐵釘都鬆脫了 木板一踩還會翹起來 一個跟鐵釘外露 踩到了恐怕很危險 如果騎腳踏車 可能就比較危險 走路還是小心一點 應該不至於 單車組更擔心 因為要是倒楣 撵到鐵釘不只摔傷 單車輪也會受損 有可怕受傷 單車輪子一破 右桶也容易摔傷 木頭都會有壽命 有時候翹起來 也有民眾都會跟我們反映 有破損的部分 我們就立即先做一個提示出力了 高雄市督發處表示 木棧道有使用年限 不少遊客反映受損 廠商檢修也發現 決定封閉一個月進行修閃 但是高雄騎單車 晚上才是驚險萬分 小心喔 車子都很快喔 騎著單車過大馬路 但沒有觸控耗製 只能乖乖等閃紅燈 但卻這樣 左右來車根本讓都不讓 單車小心翼翼穿越 真的好險 這要怎麼過啊 有單車專用道 但後製卻不夠貼心 單車騎士驚險過馬路 遇到破損的木震道 也只能閃遠一點 自求多福 記者吳國珍 林真夜高雄報導 絕對